市長昨天還有制電朱主席 市長昨天是和朱主席通電話 主席昨天有公務網通過電話 最重要我們有 一致性 對黑金屬扣動的 有季節黑金五幣 我們一定 會齊心齊力 面對整個問題 把它做更效率 簡潔的 想辦法 朱主席昨天說還會成立提名委員會邀請 重要縣市首長加入您會加入嗎 面對 所有的問題我相信 朱主席都會 有 不斷的去改變 然後 讓民眾的期待 正常是一個 清新有改革 讓我們用自己鼓勵 力量一起共同聯會 朱主席說現在要成立 一個提名委員會 市長會認為是疊床架務嗎 現在認為說應該直接回歸 中長會就好嗎 用什麼方式 只要是一個清新改革 符合人民的其當 都樂見 也願意一起共同面對 其實最重要的 天下沒有人是吧 只要大家同心其力 黑金的問題 覺得是人民最透明的 我們攜手合作 我們攜手合作 尤其 從本身的政黨過去 要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 這才是大家所期待的 市長大動作發文 是不是準備要來選總統 大家都知道 我當時 從前 就是面對黑道 面對惡實力 遠不接受同學 這是我四十幾年來的價值 也是我內心最憨慕的 所以我對黑金的問題 打從內心 只要有這個議題 我一定會站出來 勇於說不 而且表示我的立場公態度 這是我的議題 國民黨的黑金問題 也不是一兩天了 現在這個提出來的 十幾點 是不是你的起手勢 我相信 黑金的問題 每天都要去關注它 每天都要面對 我只要我們大家 齊心齊力 問題一定可以解決的 消息